是 刚相亲完 就来看相亲对象的房子 我觉得有点俗气 我的问题更严重一点怎么办 刚相亲 我就想 我 负贤 你 这么可爱啊 你是不是早有一毛 年后回来买的 算不算早 那还可以吧 不过没有我隆重 我可是买了台空气净化器 我房间里还有一些 带你参观一下 我的人设可是很精致的 怎么可以随便参观 相亲对象的家 参观哪里 去我的房间看看吧 怎么这么干净啊 不是说单身男士 家里都很乱吗 女朋友出门几个月 我的确和单身差不多 我说错了 我是想说你一个人住吗 这也这么多书啊 我忽然有点不太好意思 你家里对的全是书 我对的全是衣服 职业需要 对 我买那么多衣服 就是因为工作需要 才不是为了暧昧 发个红包来 今晚包你上新药 快来 游戏开始了 吃饭 我开了技能 现学啊 这么厉害 常规操作 全军出击 你一定是因为这个英雄你不熟悉 多来几家就好了 嗯 我再试试 这陈雪实在太难带了 你要不换一个英雄带她吗 没事 我已经修会了 这陈雪 小姐姐 你看云音 别用新英雄演武 行不行啊 给你二百红包 你害我掉三颗型 一定是因为这个英雄不够强 配不上你的操作 要不我们试试别的英雄吧 我上了陈雪两百块钱红包 我爸 怎么回事啊 忠保同意 责战一胜 手臂奔 责战一胜 她可算是上新药了 咱们快跑 她这两百块钱实在是太难挣了 这么晚了 我得回去了 明天下午零点还给我加了一个采访 我回去早点睡 都快十二点了 嗯 从这儿开到你家要一个多小时 这样的话到你家都要一点多了 明天你还有采访和活动 浅浅 嗯 不如今天住在我家吧 住你这儿 我是客户 之前为了节省时间 我不是也住在你那儿吗 权宜至极 也对 权宜 都怪这个陈雪 我以为你带她的话 肯定一个小时就能完 我收下房间 诶 等一下 怎么了 啊 怎么了 一会儿我帮你打 很久没玩了 试下新英雄 四颗星 一个小时差不多了 我是不是被骗了 你前面三局是故意输的 还故意拉成时间 每局你都得二十多分钟 而且后面赢的那三局 你也是在故意拉长时间 诶 你带我闺蜜上新药 用了三个多小时 你带我王者几十星的好打排位 都没那么久 你 你是个演员啊 你说想多了 新英雄不熟练而已 而且 我已经很久没打了 真的啊 当然 那你用新英雄单排名义盘 十五个人头以上 我就不回家了 这个条件 太苛刻了吧 毕竟我才打了三把 而且都输了 再是局而已啊 不打算 送我回家吧 我不怕了 我再试试 这也是有趣的 那是我们最喜欢的 这边的 我打算 我打算 每一张要求 低达 点击 双刀 双刀 贼战 第四次果然好了很多啊 送我走吧 说话不算说 谁说话不算说了 我说你赢了我就不回家 但我没说我要住你这儿啊 我要去酒店住 本来活动方就会给我开酒店 怎么样 余老师 是不是不是只有你会骗人啊 曹帅了 快点 送我走 我只一天都休息 明天陪你去活动协肠 你明天休息嘛 你不是周末老加班吗 所以前几天 一直在赶工作 都没休息好 现在开车到你家 要一个多小时 再回来的话 要两点多了 明天一大早 再赶去你那儿 你以前说我会骗人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看来以后 我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忘了吗 吃点东西吧 我再不要吃你做的面 我再不要吃你做的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